承认我们的罪 求神 完全地以我们亲近 这样我们的心也是 饥渴沐浴来到祂面前的 那么每一个人都抱着诚心诚意 来向祂求告 我们的神 祂是慈爱的神 祂是怜悯的神 就算我们没有来找祂 祂也是要来找我们 因为祂是我们的爸爸 让今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来到祂面前 没有任何顾虑 没有任何拦阻 向神承认我们的罪 叫这个罪不成为一个拦阻 拦阻到我们跟神亲近 有哪一方面你知道不知道的 你都要向神说 跟神说 无论哪一方面 我得罪了你 哪一方面 我不叫你喜悦的 都求神来赦免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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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只要在哪里 永远世 给我进哪里 我只是要 longtemps见我们 I want to be where you are Dwelling in your presence Fisting at your table Surrounded by your glory In your presence That's where I always want to be I just want to be I just want to be with you I just want to be where you are Dwelling in your presence I don't want to worship From afar Drew me near to where you are I just want to be where you are In your dwelling place forever Send me to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I just want to be with you I want to be where you are Dwelling in your presence Fisting at your table Surrounded by your glory In your presence That's where I always want to be I just want to be where you are I just want to be where you are I just want to be with you energized joka 我只想和祢在一起 你跟神说 每天住在祢 同在祢 我不要从远处敬拜祢 吸引我 吸引我与祢亲近 我只想和祢在一起 永远住在祢 去说祢 带我当祢说在祢 我只想和祢亲近 我要和祢在一起 住在祢同在祢 替祢共享宴席 被圈在祢融光里 照照目 可想进入祢同在祢 我只想和祢亲近 我只想和祢在一起 每天住在祢同在祢 我不要从远处敬拜祢 吸引我与祢亲近 我只想和祢在一起 永远住在祢 永远住在祢 去说祢 永远住在祢 去说祢 永远住在祢 去说祢 带我到祢 去说祢 带我到祢所在之地 我只想和祢亲近 我要和祢在一起 住在祢同在岭 与祢共享演习 被圈在祢落光里 早早不可想进入祢同在岭 我只想和祢 我只想和祢寄 我希望在那里 我希望在那里 在那里 在祢的现象 遇见在祢的领导 遇见在祢的荣誉 在祢的现象 在那里 我永远想要在祢 我只想和祢 我只想和祢 我要和祢在一起 住在祢同在里 以祢共享演习 被圈在祢融光里 早早目 可想进入祢同在岭 我只想和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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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祢来充满我们 救祢来充满我们 救祢神灵来充满我们 求祢来充满我们 求祢来充满这聚会 我要和祢在一起 我要和祢在一起 住在祢同在里 我只想和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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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静 我只想和祢 momentum 希望祢 spouse 祢 祢 等斋 祢 你 咖 祢 In Your presence That's where I always want to be I just want to be I just want to be with You 我要和你在一起 属在你同在里 与你共享演习 被圈在你荣光里 潮潮暮暮 可想进入你同在里 我只想和你 我只想和你亲近 请跟我一起来祷告 天父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求你的圣灵不断充满我们 让我们每时每刻 我们都能够感觉到你的同在 主啊帮助我们赞美敬拜你 不只是在主日崇拜而已 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也同样的要来赞美 要来敬拜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不断的赦免我们 我们有放错的时候 你依然的灵敏我们 你依然的带领我们 因为你是慈爱的父 我们知道说 当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就必定领受到福分 因为神 你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 我们感谢你 我们要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 这祷告乃奉耶稣基督名所求 阿们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应 由同真理玛利亚所生 在本丘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社工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好让我们都站立起来 OK 现在我要你们 每一个人你们找至少 五个人跟他说 很高兴看到你来到当中 好不好 来五个人 特别是那一些 你不认识的 OK 你不认识的 你去到他面前 你认识他一下 跟他问候一下 好不好 特别是这一边的人 跟那一边的人 你们互相 你们走动一下 跟他们问候 如果是新朋友的话 你可以把他带到 比较浅一点 不要让他一个人在后面 孤孤零零的 好让我们来准备来赞美我们的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因此 让你认识他在他 然后让你的祝语开始 然后让你的祝语开始 然后祝语的祝语会建议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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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祈祷 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把神的宝座给拉到这个地方来好不好 Amen 你可只是赞美主时候 这圣灵胜缩中我们赞美祂 全神光处一毋 开口来赞美祂 主的荣耀将力充满这地方 赞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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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起我们的手来赞悲主 赞悲主 赞悲主 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再次赞悲主 赞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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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燃落真情的一座城 耶路撒冷到我们的脚 站在祢的门内 耶路撒冷被建造 如同燃落真情的一座城 总是爱就是耶和华的指摊 向哪里去 爱祢奢列的藏匿 称赞耶和华的祢 因为在哪里设立 圣盘的宝座就是大伟家的宝座 来我们一起大声的来拍张 人对我说 我们忘 耶和华的天去我 就爱心 人对我说 我们忘 耶和华的天去我 就爱心 耶路撒冷到我们的脚 站在祢的门内 耶路撒冷被建造 如同燃落真情的一座城 耶路撒冷那我们的家 站在祢的门内 耶路撒冷被建造 如同燃落真情的一座城 中文字排 中文字排就是耶和华的指摊 上大一群 还以涉猎的藏匿 称赞耶和华的名 因为在那里设定 圣盘的宝座 就是那位家的宝座 因为在那里设定 圣盘的宝座 就是那位家的宝座 耶路撒冷啊 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 耶路撒冷被建造 如同联络正极的一座城 耶路撒冷啊 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 耶路撒冷被建造 如同联络正极的一座城 从此牌就是耶和华的支牌 上那里设定 安逸上耶和华的禅 因为在那里设定 圣盘的宝座 就是那位家的宝座 因为在那里设定 圣盘的宝座 就是那位家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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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继续拍展来 虚心的人又负了 以为天国是他们的 爱痛的人又负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又负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 几颗母义的人 又负了 以为他们必得保足 几颗人的人又负了 以为他们必承受地图 清醒的人又负了 以为他们必得健身 痴人恨不得人又负了 以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 为所必过的人又负了 以为天国是他们的 来 起来 起来 来 起来 起来 我们 metabolism 饭 there Winter 你拥有啊 起来 起来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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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哭了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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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天祸是我们的 心心的人又哭了 因为天祸是它们的 爱痛的人又哭了 因为它们敝得安慰 温柔的人 又不能 因为他们 别承受地图 几颗无异的人 又不能 因为他们 别得宝足 连世人的人 又不能 因为他们 别忘连续 信心的人 又不能 因为他们 别得健身 连世人的人 又不能 因为他们 别成为神的儿子 回首币过的人 又不能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来 预备好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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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我们又不能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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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天国是我们的 跟旁边人 说 我们又不能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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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天国是我们的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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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不能 跟后面人 说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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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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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是我们的 因为天国是我们的 因为天国 是我们的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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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天父给我们那么大的福分 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珍惜 来到神的面前 来求高祂 来寻求祂 阿们 你知不知道 什么是最大的福分 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 你求卡布爱远 因为我买得到生命最大的福分 为这个福分我求卡布哪惊哪愿 我跟你说 什么是最大的福分 我跟你说 我为什么 你求卡布爱远 因为我买得到生命最大的福分 是神称 神秘永远有助 他真是 他真没 能来 亲君主 心底永远不足 世上招的福 让我们都接起我们的手 来领受神这一个福分 让祂的福流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Amen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最大的福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意求 较无爱有 因为我会提起来 因为我会提起 我出亚所的出 上招的福 是身边的我有出 达七七 达七水 达七带 下雨 达七 性根主 性费 每一天都亲近我们的神 每一天都亲近我们的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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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 我们的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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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祢祈祈祈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上的灵魂 梦求着拯救 记忆的恩典 罪人的赦免 灰盖的眼泪 适合等珍贵 耶稣的宝血 接近一切 不再受困绑 被耶稣释放 仿佛听到 天使在唱 阿尔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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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遥 世上的灵魂 忘救助拯救 奇异的增殿 醉人的赦免 灰崖的眼泪 失和的珍贵 耶稣的宝血 接近一切 不再受困绑 被耶稣释放 彷彿听到 天使在场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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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的灵魂 抹救出拯救 其余的恩典 罪人的舍变 毁赖的眼泪 适合的珍贵 耶稣的宝血 接近一切 不再受困绑 被耶稣释放 光复听到 天使在唱 提起我们的手 照顾我们的手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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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神高雅 哈利路亚 荣耀神高雅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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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A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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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m Yashay Kauya A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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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m Yashay Kauya A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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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的门已经打开 池地充满你的光彩 我要进入你的同在 浸泡在你的同在 早也不惜敬拜 哈 雷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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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惜敬拜 哈 雷路亚 天上的门已经打开 池地充满你的光彩 我要进入你的同在 浸泡在你的同在 早也不惜敬拜 哈 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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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不惜其 Hallelujah 唱给我们的主 Hallelujah 耶稣他可以的 Hallelujah 最伤Hallelujah Hallelujah Tipps feel theAH for Jesus Pẳん person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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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耶路呀 哈 耶路呀 不死倾盼 哈 耶路呀 H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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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确认的上帝我们要来敬拜祢 一生一世的这样敬拜 这就是我们被造的目的 做到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主要让这个敬拜 不是在教堂而已 不是在聚会前而已 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因为当我们敬拜赞美你的时候 你的同在就会来到我们当中 你就会与我同在 叫我喜欢亲近你 叫我活出一个真敬拜者的生命 奉耶稣基督圣明将祷告 Amen 再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感谢神 好我们也再次用我们巨大的掌声 来鼓励前面的小朋友 他们要去到儿童教会的时候 让上帝的灵大胆地充满他们每一个人 让上帝呢 也一生一世地保守他们 而且呢 让神的灵不断地充满他们每一个人 而且让他们这一生呢 他们都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 奉耶稣基督圣明 我们这样宣告和祝福 我们说 Amen Amen 你也跟你隔壁的人说 也愿你所祝福的也临到你的身上 跟你隔壁的人说 也愿你这一生都走在上帝的路上 And tell your neighbor as well May you walk in the will of God for your whole life Amen 好感谢神啊 时间很快 今天又是一个主日 So time really flies and it is another Sunday again 所以呢 当时间这样慢慢地过去 So when time passes so soon 我们不要只是在我们的身体上慢慢老化而已 So we do not want to just grow all physically 这样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Then it will be meaningless 但是呢 当日子这样过去的时候 也是这样我们的灵命呢 也越来越成熟 But as time goes by Let us have a very more mature and better spiritual life 而且呢 我们的生命也越来越爱主 And our life will be more and more like Jesus And we will love Jesus more and more 而且呢 我们的生命呢 也越来越彰显出耶稣的形象 And the likeness of Jesus will be revealed through our life Amen Amen 跟那个别人说 跟你坐在一起是幸福的 跟他说 So tell the person next to you It's so happy to sit beside you Amen Amen 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来收今天晚上的奉献 Let's prepare our heart to collect the offerings tonight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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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哥呢其實呢 就是教導我们每一个主日 每一次有聚会 祷告会 其实这个情況是一模一样的 So this song talks about the situation It is before our meeting each time For our church meeting or special meetings entlich alter sticky 群群地走进来教会 然后呢就会找自己的位置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我每个礼拜看上去 大家都大概坐在同样的位置 然后呢就开始等音乐开始 然后我们就开始敬拜神 所以呢虽然每个礼拜 我们都做同样的事情 但是呢重要的是 我们对神的心是如何呢 我们一边奉献 我们一边敬拜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要祈祷我们的神 当我们祈祷的礼拜 时间到了人群与关 静入回缩里 找到心里的位置 等待聚会的开始 当音乐开始啄情 歌声也软让生气 这时候我该如何敬拜你 我不要只是开阔 唱唱歌而已 好像只是想要敬拜你 我不要再让心情 左右着自己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 就是你 给我一颗敬拜的心 那么自然就好像呼吸 只想遇见你 只想靠近你 只想聆听你心跳的声音 给我一颗敬拜的心 最重要的 不再是自己 只想念着你 只想爱着你 拥有圆圆 你一身 一身一世 与你亲密 这时候人群与关 静入回缩里 找到心里的位置 等待聚会的开始 祂音乐开始 走琴歌声也软软升起 这时我我该如何敬拜祢 我不要只是开阔长长歌而已 我不要再让心情左右着自己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 就是你 给我一个敬拜的心 它们自然就好像呼吸 只想遇见你 只想靠近你 只想聆听与心跳的声音 给我一个敬拜的心 最重要的就是自己 只想念着你 只想爱着你 永远远远一生一世与你一起命 给我一个敬拜的心 那么自然就好像呼吸 只想遇见你 只想靠近你 只想聆听与心跳的声音 给我一个敬拜的心 最重要的就是你 最重要的就是自己 最重要的就是自己 当这些弟兄姊妹 他们愿意将他们老路赚来的金钱 奉献给你的时候 让他们所做的一切 尽多蒙福 让你的恩宠 大大的倾倒在他们的身上 让他们真的是经历到 当他们奉献的时候 他们也从你那里 来得来百倍的祝福 也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打开我们属灵的心窍 叫我们听得懂你的话语 奉耶稣基督圣民家祷告 把荣耀给给我们的神 感谢主 没有人哪新人表给我 还是忘了呢 请问今天晚上 我们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 在我们的当中 有吗 如果今天晚上你是第一次来的 你是自己来的 或者是你有带一些的朋友 亲戚 家人来到我们当中 是第一次来的 你可以举个手 我们要特别的欢迎他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在我们当中 在哪里 在后面 掌声来欢迎 感谢神 愿上帝的救恩 平安 都临到你的身上 还有吗 还有吗 我们第一次来到 我们当中的新人 还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你跟你隔壁那个说 你一定要救灵 你跟他说 因为最近牧师的道 都是一直在讲说 要结果之救灵魂 而且呢 圣经说 我们听老道 我们就一定要行道 你跟你个病人说 下个礼拜 我要看到你带人来 快点 跟你个病人说 好 我们来看今天晚上的周讯 所以我们来看 今天晚上的周讯 我们看周讯 也带新篇旧了哟 好几个呢 跟阿姨 这个不好意思 我能在兄弟 林给我画的处 拜拜来看 同学吧 家庭小组 这来临的星期五 你们的节目是 主长分享 House groups The program for this Friday Is leaders sharing 青年团契 这来临的星期四 你们的节目也是 主长分享 Young adults The program for this week Is also leaders sharing 青年团契 这来临的星期五 节目是 爱的语言 时间是晚上 7点30分 在蒙福圣殿 请记得带新朋友来 Youth, you will be meeting this Friday 7.30pm at Blessed Chapel The program is Love Languages Do you remember to bring new friends? 爸爸妈妈请注意 儿童教会的金句如下 幼儿班,中极高班 你们是世上的言 你们是世上的光 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四节 Dear parents, please take note of this week's Children's Bible Verse For junior and senior class 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Matthew 5.13-14 今天五饼鳄鱼的菜单 是由Green High小组预备 那下个星期的菜单 是由Aranra小组预备 菜色有 记得只供应早餐和午餐而已哦 洗礼班将在3月19号 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开课啦 请注意以下的时间表 洗礼日期将定在4月28号星期六 傍晚6点30分 请开始向同工迷你或柜台 索取报名表格 The baptismal class is starting on the 19th of March which is next Monday Please take note of the timetable as shown below The baptismal date falls on the 28th of April Saturday 6.30pm You may obtain the registration form from our church staff Iris or at the counter 牧师和几位弟兄姐妹 还在以色列进修圣经课程 直到3月16号才回城 请多多为他们带导 谢谢 Pastor and a few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still attending a Bible course in Israel and will be back on March 16th Do remember to uphold them in prayer always Thank you 请注意 社团代表常年大会将定在3月27号星期二 晚上9点正在蒙福盛典 The fellowship representative's AGM will fall on the 27th of March Tuesday 9pm at Blessed Chapel 蔡玉芝姐妹和全家愿向弟兄姐妹说谢谢 多谢弟兄姐妹在她的丈夫丧礼期间的祷告 慰问及关怀 谢谢收看这星期的蒙福周讯 我们下星期见 See you next week Bye 好 感谢主 Praise the Lord 那基本上呢我们就没有什么补充的报告 So we do not have any extra announcement 所以呢我们教会的这个社团的代表呢 我记得3月27号晚上在祷告会过后呢 我们在这边我们有一个长年大会 就是Energeneral Meeting So for the representative of AGM So please remember that on the 27th of March There's going to be a meeting So do come if you are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好 今天晚上我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因为呢接下来我要邀请今天晚上我们的讲员 So without further ado I'm going to invite our speaker tonight 一个我非常尊重的一个女人 So a woman that I respect very much 而且呢我一直都认为她讲道比我有恩高 而且讲道也比我好得多 And I always think that she can preach better than me And she can preach with great anointing 让我们以剧热的掌声 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总区长 我们的Auntie Maggie 掌声来欢迎她 So with the loudest applause Let's welcomeAuntie Maggie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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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敬拜赞美祷告的时候 天堂的门就打开 When we praise and worship and we pray The heavens and in heavens will be opened for us And the presence and the holiness and light of God Will be in our midst And the peace and the joy and the healing of God Will come to our midst as well So sickness will go Curses will be broken 贫穷就退去离开 Poverty must leave 好不好 我们一起 我讲三之后 你们就一起讲 Hallelujah 三声 Amen So I will count until three And we will cry out together Hallelujah for three times 1-2-3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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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神 是活着的神 Our God is living God 活在我们的里面 And he lives inside us 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 我们会感到软弱 We will feel weak 感到无力 We feel helpless 因为我们忘记 我们里面 还有一位大有能力的神 Because we have forgotten that There is a great and mighty God Living inside us Tour过祷告 True prayer Sendin的能力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是无变有 是不可能 变可能的神 And he can turn the impossible to possible 我们的神 是复活的神 Our God is resurrected God He only died for three days 所以弟兄姐妹 So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们不要 看着眼前的问题 而感到灰心 失望 Do not feel disappointed or dejected when you look at the physical situations Or the issues that you are having with 这些都是暂时 都会过去的 Because all these are temporarily and it will go 因为我们的神 来到这个地上 就是要祝福我们 不仅祝福我们 哪要使我们 更丰盛 Because when our God came to this world His purpose is to bless us and for us to live an abundance life 这个是神的旨意 Amen And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Amen 我们一起起立 你们要祝福吗 要祝福我们就要被 圣灵充满 我们一起来趟 这所末后的日子 So do you want to be blessed by God If you want to be blessed by God You must be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Let us sing these songs together In the last days I want to be blessed by God I want to be blessed by God 爱情 搅拐 很有些情意 和你们啊 你们要说语言 少年人啊 你要见一家 老年们啊 你们要做一梦 主的灵将和你圣灵 圣灵 圣灵 还你必来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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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末后的日子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 将我的力 搅拐 我的戴心 交换 搬 有些情意 和你们啊 你们要说语言 少年人啊 你要见一家 老年们啊 你们要做一梦 主的灵将和你圣灵 圣灵 圣灵 我们曾经 会你来 还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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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抢领 我们召见 在末后的日子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强迫着你 交换我的百姓 交换万有限期的 和你们啊你们要说语言 少年们啊你们要欣赏 老年们啊你们要做一梦 处得比较快 继续问手说 圣灵 圣灵 从你的心里面的顺利说 欢迎你来 谁要说的网络的网络 谁是透明的网络的网络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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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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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 我们曾经 圣灵 神灵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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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愿将领到我们的终线 当愿将领到我们的终线 当愿将领我们终线 Halleluj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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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Amen! Please be seated 我们做一个祷告 天父耶稣基督 我为着今天晚上的机会 完全交在你身手中 感谢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运行 感谢你亲自高梦你的话语 让人听了你的话语 如两人的剑 刺透他们的心 让他们程序的灵再次被你 富货过来 感谢你亲自在我们当中运行 谢谢主 我这样祷告 那是奉主 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thank you for moving in our midst and we pray all this in Jesus name Amen! 每位属灵 每位属灵为人的生活 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 there is a similarity there is a similar habit for most of the spiritual great men in the Bible 就是从不间断的祷告 they will pray unceasingly 因为他们知道 祷告就是一切能力的来源 因为他们知道祷告就是一切能力的来源 让祷告成为你生活中最好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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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like for example you have to brush your teeth every morning so let prayer be a habit that you will always do before you brush your teeth or after you brush your teeth 好的习惯就带来好的品格 because when you have a good habit it will actually bring out good personality good attitudes and character 好的品格就带来好的命运 so when you have a good character you will have a good life 祷告就是我们基督徒 得着能力的光道 so prayer is actually a channel for the Christians to actually receive power from God 使我们能够经历神 几凡胜过罪 病得医治 问题得解解 魔鬼被赶走 so they will be able to encounter God to experience God for example your sickness are healed and the demons are cast away 属灵的能力 皆来自祷告 so spiritual power actually comes through prayer 对基督徒而言 祷告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祷告 so your life is actually prayer your daily living should be prayer 就像鱼 如果离开水 就活不了一样 for instance if a fish is out of water this fish cannot live 通过祷告 so through prayer 得着能量 you receive power 因为不祷告的人 毫无能力 a person will be powerless if this person do not pray 就好像 就好像 插头 没有 插进 电源的 电器 用品 so it is just like an electrical appliances the plug is not connected to the electric supply 就好像 乡村 人听到风扇很好 like for example the villagers know that the electrical fan is good 可是他们不懂 怎样去用 and yet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use it 买回家就摆在那里 so after they bought it they bring it home and they will just put it there 会有风出来吗 so is there any wind come out from that fan 同样的 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也要把我们的插头 插在哪里 插在上帝的插座上 你才能够充电 才能够有电 如果电器 如果你买了这个风扇 你没有用久了 就变成废物 丢掉 So if you have bought an electrical appliances and yet you are not using it it will eventually become a waste 我们就好像那个风扇 So we are just like that electrical fan 来到教会 We have come to church 说神没有能力 Sorry 说神没有能力 And we say that God is not God is not having power 透过祷告 But through prayer 圣灵的能力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是一切不可能 变可能 Will turn every impossible to possible 神说你亲近我 我必亲近你 Because God says very clearly That if you draw near to me I will draw near to you 你口门 我就为你开门 If you're not on the door I will open the door for you 所以我们要透过 祷告 与神一起同工 So we have to work together with God through prayer 18世纪 In the anti-century 英国有一位大富新家 So there was an evangelist in London 耶汉威斯利 John Wesley 好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不祷告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们不懂 祷告会带来 你们不相信祷告会带来果效 所以你们就不会去祷告 You do not pray because you do not believe that prayer can actually bring an impact 神的工作是什么 神就做一种工 God has only one task 如果你们没有祷告 神就怎样 祂太闲控了 没有事情做 因为你们根本不认识神 属灵的一言者 Just because you do not believe in God And you do not know his spiritual principle 为什么说我们的神是祝福的神 Why do we say that our God is a God who blessed 可是我来了教会 跟还没有来教会 同样也一样没有能力 And yet my situation is still the same even before I come to church It is still without strength, without power 我们一起读 Let's read together 读你们读 大大声读 Read it aloud 除了答复祷告以外 没有祷告 神不做工 God does nothing except in response to believing prayer 我们的问题就是没有好好祷告 Our issue is because we do not pray properly 祷告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Prayer is actually a gift that God has given to us 祝福 It's a blessing 给我们神而你祷告的前面 来得到这些祝福 一切美好的事物 He gives us the authority as the children of God To actually receive all these blessings All the goodness 所以你看耶和卫斯里 神只做一种功 就是什么功 除了大福祷告以外 So God does nothing except in response to believing prayer 因为你们没有祷告 所以神就不能够做功 So if you are not praying How can God work then 所以你们要神祝福你吗 要神恩告你的资厂吗 So do you want God to bless you Do you want God to anoint your marketplace 透过祷告 True prayer 神做工 God works 所以你们要神做工吗 Do you want God to work 你们就要 Then you need 有关祷告 有一个故事这么说 So there was a story 有一位商人 准备要在一个小镇上 经营酒吧的生意 So there was a businessman planning to actually open a bar in the village 也就是开一间酒吧的店 当然 那边教会的信徒就强烈地反对 So the Christians in that city Sorry it's a city 其实 pray They actually rebel against it 他们就迫切地祷告 They pray fervently 求上帝拦住 Ask God to stop this project 这些信徒 祷告火热迫切到一个地步 So they are so earnest in prayer 求上帝就像以利亚的祷告一样 把火从天降下来 把这个酒吧烧掉 他们做这样的祷告 So they actually pray like Elijah ask God to send out fire 祷告这样的激烈与破绝 So they are so earnest and fervent in their prayer 就在那间酒吧 一定要开幕的前几天 So just a few days before the bar is open 既然那个酒吧 真的遭到雷剂 引发大火 So suddenly a lightning just struck that bar And then it caused a fire 这个酒吧瞬间被烧毁 So this bar was burned down totally 教会的信徒听到这个消息 大感刺惊 So the Christians in the church were so amazed and so shocked at the news 另一方面 他们也很高兴 因为神会听他们的祷告 And they were so happy as well 因为神会听他们的祷告 不久之后 他们就收到法院的通知 So they suddenly receive a letter from the court 酒吧的业主要控告他们 The owner of the bar actually want to accuse them 这个业主说 So this owner said 这些信徒强烈的祷告 导致这个酒吧烧毁 So these Christians have been praying fervently So that is why my bar is burned down 所以他们要负起这个责任 So they must pay the responsibility 可是信徒却全然一直否认 他们否认这个控告 他们全部的信徒祷告相信 可是现在他们否认 他们这个控告 So the Christians actually deny the accusation They are the ones who pray And yet they deny the accusation 说这是跟我们没有关系 And they refuse to admit that 这些事情是对于他们 听完了双边的说词之后 So after listening to the explanation from both sides 这个法官以待讽刺地说 So sarcastically this judge says something 到目前为止 我不知道该怎么判决 到现在 I don't know how to judge 看来酒吧的业主 非常相信祷告的力量 It seems like the owner of the bar 其实 believed in the power of prayer 可是教会的信徒界 怎么都不相信他们的祷告 And yet the Christians in the church Do not believe in their prayer 这会不会就是我们基督徒 很大的一个讽刺 Isn't this a sarcasm in our Christianity? 我们一方面说祷告 On one hand we said that we have to pray 而且祷告那么破绝 And we are so fervent and earnest in our prayer 其实我们根本不相信祷告 And yet we do not believe in prayer 对很多人来说 祷告只是一个安心而已 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基督徒不祷告 为什么基督徒不祷告 因为我们不相信祷告 因为我们不相信祷告 Because we do not believe in prayer 不祷告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祷告 You do not pray is because 因为我们不相信祷告 不相信祷告会发生果效 所以你不会去做 你不相信的事情 没有过教的事情 真相信你就会去祷告 耶稣虽然是神 但是他长时间 都在祷告 他常常祷告 一生不住地祷告 既然对耶稣来说 祷告是绝对需要的 并且成为我们的榜样 可是我们为什么基督徒 偏偏不要祷告 跟人说话 就可以说三四个钟头 可是来教会 祷告会 还没有三分钟就 我们的天上的爸爸 是随听祷告的爸爸 我们亲近他 他就被亲近我们 哪里有孩子 不要跟爸爸说话的 那个是有问题 而且这个爸爸是等着 要来祝福我们这些孩子 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 神 很多时候 我们会忘求 雅各书说 你们求也得不早 就是因为你们忘求 有一个人 过年的时候 跟神求 说 上帝啊 我希望每一天 都能够数大把 大把的钞票 一个月后 他的愿望 果然失陷 他在一家银行上班 每天数钞票 数到手软 so he got this chance to actually count many band notes every day until his hands actually grow weary 有一天 so one day 数到受不了 so he couldn't stand it anymore 于是他又向上帝 祷告说 so he cry out to God again 上帝啊 Oh Lord 我不要再数钞票了 I do not want to count band notes anymore 我要求 一个更大的 愿望 I want to have a bigger dream 我要开一间银行 I want to open a bank 没想到 这个愿望 实现得更快 Out of expectation a key 说 从明天开始 每一天早上 你要来开银行的门 so the bank manager to this person starting from tomorrow you are going to have this key and you are going to be the one who open the bank every day 真的很多人 不知道 所求的是什么 so many of us when we pray we do not know what we are praying 基督徒在祷告上 有很大的问题 so christians face a lot of issues in prayer 圣经 伟大的人物 so the great man in bible 从亚伯拉罕 from Abraham 但以利 耶稣 摩西 每一个神用的人 都是 祷告的人 Joseph Moses every great man used by God in the bible they are prayer warriors 没有一个不祷告的 none of them is not praying 亚伯拉罕 so for Abraham 他无论去到哪里 他都祝坛 献祭 祷告 no matter where he went he will always build an altar to offer out sacrifice for God 亚伯拉罕是一个 很成功的 庆目商人 so Abraham was a very successful businessman 他是万国万民的领袖 so he is the leader for nations 他是大个大 he is the big brother 他没有骄傲 你们不祷告 就是因为你们骄傲 因为你们认为 有真 是 可以依靠 不必依靠 看不见的 so Abraham is so great and yet he is not arrogant so if you are not praying meaning that you are proud you do not believe what you can't see 看得见的 乃是短暂的 看不见的 乃是永恒的 and yet the things that you can see with your physical eyes are temporarily so the things that you cannot see is actually eternal 你仰望天 你可以得到前地 如果你仰望地 你一切都得不到 if you look upon the heaven you are going to receive the whole earth and yet when you look at the earth you are not going to receive anything 我们要向成功的人学 so we must learn from those who are successful 你就不用跌跌 创创 then you will not be stumbling and falling 最后死了 还是一个重光蛋 and yet to the day that you die actually you are still someone who is very poor 我们要作业 我们要成功 we want to have good life we want to be successful 我们就要向成功的人学习 then we must learn from those who are successful 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呢 why do we need to study the bible 那是别人的事 is it something to do with others only 那是别人的国家 so it's just others nation 关我什么事 nothing to do with me 我们读圣经 我们读圣经 真的不只读圣经故事 so when you read the bible it is not just about stories 我们要进到圣经的诊物 but you have to immerse yourself into it and you have to know the characters 我们是在找属灵的原则 and you are trying to find and learn the spiritual principles 上帝有他属灵的原则 God has his own spiritual principle 在上帝的手中 in the hands of God 如果你看到这个圣经人物 他这样做事很蒙福 if you see that such and such great men in the bible can do things successfully 你找到那个原因 照做去做 you have to find the reason behind it and you do accordingly 就一定蒙福 and you will definitely be blessed 因为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神 because our God does not show favoritism 所以我们要走接近 向成功人学 so you want to get the short card and you want to learn from those who are successful 摩西是一个祷告的人 Moses is a prayer warrior 他一祷告 法老王就倒霉 so when he pray the pharaoh is doomed 上帝就降十灾灾 他祷告十次 上帝就降十次的灾在埃及 so when Moses prayed for ten times ten plates come to Egypt 先知以利亚 祷告火降下来 火就降下来 so prophet Elijah when he prayed he asked God to send out the fire and the fire came down 祷告下来就下来 祷告不下来就不下来 so when he prayed that for rain to come then the rain came so when he prayed that rain don't come then the rain didn't come so you can see from the bible that the main theme for the whole bible is actually about prayer 整个诗篇 150篇 都自在祷告 all the 150 psalms are actually talking about prayer 大会在诗篇 六十三篇 so in psalm 63 David kabay salo 追杀到旷野 so he was chased after by Saul 他在旷野 他就思想 睡觉 起来都在思想 神的慈爱 胜过 他的神秘 so in the wilderness all he think about all he talk about is actually for God's loving kindness is far more better than his own life 他跟神的那种 亲密关系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that he has with God 所以他才写到 这么多诗篇 that is why he managed to write so many psalms 我们要学习 诗人 we must learn from the psalmist 因为我们不懂 祷告的重要 because many of us do not know the importance of prayer 在教会历史里面 so in the history of churches Martin Luther so Martin Luther 也祷告 he prayed as well 你们读 我有太多的事情 所以我每天 不得不花 三个小时的时间 去祷告 I have so much to do that I shall spend the first three hours in every day to pray so真的 这句话 有点不合逻辑 actually this statement is not that logical 应该说 我有太多事情 所以我不能 祷告 我没有时间 祷告 这个就是 你们 时常 出现的问题 so this statement doesn't seem logical because many of us we will have this kind of mindset we are too busy and we do not have time to pray so this is our issue 他说 我有太多的事 so我必须用 更多的祷告 and yet for Martin Luther he said I have so many things to do so I need to spend more time in prayer 因为他知道 很清楚的知道 要把事情做好 必须要祷告 because he knows very clear he knew very well that if he wants to do things well he has to spend more time in prayer 我真的不明白 有些老板 去到工人 去到好多好工人 还要花很多钱 去请这些工人 可是呢 却没有祷告 Martin Luther 他非常认知 他非常相信 他的神 神的话 神是信实的神 他的应许 绝对不会落空 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 神的灵 就会充满在当中 所以当神与你们同在 与公司同在的时候 你就有智慧 就有聪明 就有策略 你的人关系就会好 你的负担 就会亲神 因为神会帮你解决 一切不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当你越发祷告 就能做越多的事情 因为神帮助你 一个认识 一个认识 祷告的人 他们是这样来经营 处理他的事情 这就是他们成功的秘诀 所以这些是秘诀 这些是秘诀 给那些人知道 他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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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永吉 是全世界最大教会 他是最大教会 一个人只能够牧养 七十万 八十万人的教会 他的力量从哪里来 你们一起读 在每天清晨 一小时祷告中 我大部分的时间 与圣灵相交 若缺少这种甜美的灵交 我简直不知如何生活 在每天清晨的灵交中 感受到自己被更新 并且他赐我新的力量 来胜过各项挑战 每一晚的祈询 在清晨一定要有一段甜美的灵教 灵教就是我祷告就是双面的 你跟神祷告 你听神就跟你说话 虽然很多人祷告之后说 神跟我说 神跟我说 是双方面的 灵里面的沟通 当你有灵里面的沟通的时候 他就怎样 他就跟神亲近 他就必重新得利 他就有智慧 赵永吉 他本来是建立 他刚开始的时候 是在藏逢教会 这个教会呢 设立在公墓旁 就是在公共的墓园 旁边 他的讲台是 苹果香就是他的讲台 这一次机会 他的业母 邀请了五个人来参加 他们答应一定会来参加 可是 可是机会时间 已经到 却没有看到 一个阵影都没有看到 参加第一次机会的人 刚刚好也是五个人 就是他的业母 就是他的业母 还有业母的三个孩子 可是呢 他非常相信神的话 他非常相信神的话 凡两三个人 奉取的名 聚会 神必定同在 他在眼目 就是仰望天 仰望 三四千人 根本都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 他仰望 有三四千人 来祷告 他讲主啊 他祷告 这村子有很多人 虽然今天晚上 一个也没有来 但我却仰望 会有三千 六千 一万人 主说 照你的信心 给你成全 所以我们的祷告 你不要看眼前 如果你看眼前 你没有力 祷告 你看他的 帐篷教会呢 他才五个人 请五个 五个 没有一个来 而且 谁在那边 就会 就是他 他业母 跟业母的三个孩子 因为他在 这个小的教堂 这个小的教堂 他只会有 几个人 来祷告 你根本你信心就转弱了 如果你是看地上 看现有的 可是透过祷告 圣灵的能力 信心 他的信心被 刚强起来 所以 圣经说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给你冲 意思是说 你要祷告 错过祷告 神才能够做功 你没祷告 神就在睡觉 so meaning you have to pray only through prayer God can work if you do not pray God will be sleeping 你们里面的 耶稣 是在睡觉嘛 你们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 每天清晨起来 祷告 把这个神的能力 带到你的工作场所 让老板看到你 就看到有神的灵 在你里面 so ask yourself this question is the Jesus inside you sleeping or is he awakened so if you have pray if you are praying every morning so you will have the strength when you go into the market place and your boss will look at you differently 没有异象的人 会灭我 and none will actually be perish 他说 那活在我里面的耶稣 使我大有信心 and so he said the Jesus that lives inside me give me great faith so through prayer and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使一切不可能 变可能 使无变有 all the impossible turn into possible and from nothing to something 信的人 并有神迹 随着他们 and those who believe will definitely have miracles and wonders follow after them 一个人都没有 现在多少人 so from none until now how many of them 去80万 世界最大的教会 700k to 800k of the congregations now they have 无变有 from nothing to something 神是 是不可能 变可能 from the impossible to possible tell God tell God true prayer 你们要祷告吗 do you want to pray 没祷告 神就 太闲控 没有工作 做 if you do not pray God is too free nothing to do 神也不能够 在你的事业 在你的家庭 在你的婚姻 在你人生的 风浪当中 神也不能够 帮忙 因为你 根本都 没有祷告 耶稣在睡觉 so if you are not praying God cannot help you in your career in your marriage in your family in your life in every storm in your life so if you are not praying God is sleeping 我们看 马可复印 let's look at Mark the book of Mark 三十五 三十五 到四十一 我们看三十五 chapter five verse thirty five no for sorry chapter four okay 马可复印 好我们一起图 Let's read together 你门徒 当那天晚上 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度到那边去吧 门徒离开众人 到耶稣 耶稣任在船上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也有别的船 和他同行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耶稣在船尾上 整着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了 他说 夫子 我们上命 你不顾吗 耶稣醒了 赤着风向海说 住了吧 近了吧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了 把耶稣睡觉那边 放出来 跟踩那个 跟踩那句 你看 起了暴风 暴风 波浪打入船里面 意思是说 我们人生当中 遇到经济风暴 婚姻 家庭 孩子 各方面的风暴 所以 有灵状态 出现了 风 波浪 已经 淹了 淹了 差不多要死了 已经进到船里面 船就是一表 我们这个人 就是一艘空船 耶稣在哪里 在哪里 你们都 床尾 所以你们 根本把耶夫 放在最后 已经是要淹捨 你们才求耶稣 你们看 他们才叫耶稣醒来 所以耶稣 在海上 所以耶稣有没有救他们 耶稣自此风和来 我们的耶稣 你们的耶稣 现在是在睡觉嘛 你要祷告 祷告才带来能力 好 我们看 马太 七章 七到八节 好 一起来读 Let's read together 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扣门 就给你们 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 就得着 寻找的 就寻见 扣门的 就给他 开门 ask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sick and you will find knock and the door will be opened to you for everyone who asks receive he who seeks find and to him who knocks the door will be open 对神的应许 这个是神的话 神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实实在在的 因为我们的神 是信守的神 他绝对不会骗你 so the word of God is practical and faithful so if God says so he will never lie so when you have to believe in the word of God 对神的应许 我们必须有把握 you must have confidence in the promises of God 相信所导歌的 必定会带来过效 so believe that all your prayers will be effective 耶稣强调我们 对天父要有信心 so Jesus emphasize that we must have faith and confidence to the father 相信他会照我们 所求的去行 believe that God will definitely do according to what you ask 第八节 凡所求的 就得着 for everyone who asks receive 是他所为 一致的教导 is because he always teach 是我们知道 祈求 就是祷告 是有功效的 so that we know very well when we pray our prayer is effective 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讲了那么一句话 讲什么 so before Jesus was crucified he said something 你挪去 这个苦杯 he said lord remove this cup 最后他讲 按你的旨意 所以我们的祷告 要按神的旨意 祷告 but towards the end of Jesus' prayer he said but a goal I will do according to you to your will of God so our prayer 神的旨意 so what is the will of God 所以神的旨意 你一定要看圣经 so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will of God you must read the Bible 如果你没有 读圣经 你不知道 神的心意 是什么 because if you do not read the Bible you won't know what is the will of God 因为我们生命中 有破口 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祷告 神不成就 神不应你 是因为你生命 有破口 因为我们的神 是善解的神 所以你要知道 神的旨意 然后你按住 神的旨意 就是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你心里的需要 祂都会加倍地给你 so you have to know the will of God many times we will have a lot of openings and gaps in our life so in the end when we pray our prayers are not answered so you have to know God's will that only then your prayers will be answered and because you pray according to his will 所以祷告 敬拜 赞美 跟读经 是不能够 分割开的 so prayer prays and worship are inseparable 所以我们祷告 我们一定要 读经 so besides praying you have to read the bible as well 神必定 会照 你所求的 成就 then God will do will accomplish according to what you ask 我们相信 我们所求的 我们一定会得着 so you will believe that things that you ask you will definitely receive 当我们知道 我们的神 我们的阿爸父 是听 祷告的神 是阴影 我们 随听 我们祷告的神 的时候 我们就 祷告 就不再是 我们的工作 或者是 重担 so when you know very well that your father is a father who listens to prayer and grant requests then prayer will no longer be a burden for you 乃是 喜喜乐乐 but it will be a joyful thing 祷告 能够带来 得胜 prayer can bring victory 因为神 已经 夸胜 得胜的主 住在我们 里面 and the victorious god is living inside us 当你喜喜乐 的时候 祷告 就成为 我们绝对 必要的 让祷告 成为 我们的神秘 so when you are joyful when you are happy and prayer become the necessity in your life then prayer is your life 这个是 耶稣的 命令 and this is the command from jesus 所以上帝 命令我们 祈求 是这么的重要 so god commanded us 因为神 他爱我们 他要祝福我们 他看到他的子民 你浪费 神给你 祷告的钱 你没有去 加以应用 神要给你 祝福 so god commanded us to pray because he knows that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can pray and request so do not waste away this authority that he has given to you to pray 关乎到上帝 旨意的成就 because it is something to deal with the accomplishments for god's will 如果你没有 祷告 你就是违背 上帝的命令 if you are not praying you are going against you are rebelled against god's command 为什么 why 我们看以西节 let's look at the book of ezekiel 22章30到31节 chapter 22 from verse 30 to verse 31 一起读 let's read together 我在他们中间 寻找一个 重修强横 在我面前 为这国 站在破口防堵 使我不灭绝 这国 却找不着一个 所以我将脑恨 倒在他们身上 用烈怒的火 灭了他们 照他们所行的报应 在他们身上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I look for a man among them who would build out the wall and stand before me in the gap on behalf of the land so I would not have to destroy it but I found none so I will pour out my wrath on them and conceal them with my fiery anger bringing down on their heads all that they have done declares the sovereign lord 上帝不仅 要灭这个国 so God not only want to destroy this nation 上帝要有人 堵住这个破口 but in the same at the same time so God actually want to someone to stand in the gap 我们要怎样 来堵住这个破口 how can we actually stand in the gap 透过 你们讲 透过什么 祷告 through prayer 可是 上帝却找不到 一个人 and yet God cannot find anyone 这就是为什么 祷告这么重要 so that is why pray is so important 上帝要救你的婚姻 God wants to save your marriage 要救你的事业 God wants to save your career 家人的灵魂 跟孩子的关系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children 在你生命里 有很大的破口 there are so many openings and gaps in your life 但是如果你不去 堵住那个破口 and if you do not want to stand in the gaps 上帝说 God says 31节你们读 in verse 31 所以我将脑恨 倒在他们身上 用烈怒的火 灭了他们 照他们所行的 报应在他们头上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so I will pour out my wrath on them and conceal them with my fiery anger bring down on their own heads all that they have done declares the sovereign lord 所以 从31节我们看到 祷告 不是我想 不想 so from verse 31 you can see that prayer is not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whether you want it or not it's not like that 他说我要跟不要 whether you want it or not it's not like that 因为上帝定下 一个规则 就是属灵的 father and God has set a spiritual principle 所以 一定要 祷告 that we have to pray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 基督徒 没有 有祷告 就是因为 他们没有把圣经 当作是 真话 真神 讲的话 没有把圣经的话 当真 就把它当作 神话故事 圣经好像跟我们 没有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 你们不祷告 不都军 that is why you do not pray and you do not read the bible 好 我们现在来看 圣经的一个人物 Now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the bible character 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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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以理他是一个少年人 因着国破家网 年纪小小就被掳到巴比伦 所以Daniel是其实一个年轻人 像他这样的一个人 后来既然能够做到巴比伦 敌国的宰相 他被掳的时候 他是一个年纪小小 他是少年人 被掳到一个很巴比伦国的 那个尼布甲尼撒王 他是一个非常长暴的国王 这个国王做了一个梦 他忘记他自己做什么梦 可是他就叫了通国的 巴比伦的书士 哲士 要来解梦 可是没有一个会解梦 他就叫但以理来 但以理一来到 他讲 等我去祷告我的神 他凡事祷告 他就叫了他的三个朋友 来一起同心祷告 然后就跟国王借梦 如果他没有借这个梦 国王要把所有这些人杀死 所以在危机当中 生命的死亡当中 边界当中 但以理通过祷告 如果你们没有祷告 你们就死在危机当中 所以如果你们没有祷告 你们就死在危机当中 但以理通过祷告 结果呢 巴比伦 你不想你杀王 把他高抬他做总理 所以在危机中 你祷告反而成为 你的一个转机 成为你的祝福 他是这么一个被掳的努力 是这么低沉的一个年轻人 没有背景 没有靠山 没有人提拔 既然能够平步轻盈 到底是谁提拔他起来 到底是谁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上 所以谁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上 他做了四个国王 在四个国王 他做总理 不是四个王 在每一个王朝里面 他都升级最重要的位置 这个要问你们 为什么 没有背景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会平步轻盈 从他的祝福 从他的祝福生活 Let's read this 当你你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 就到自己家里 一日三次 双妻跪在他神面前 祷告感谢 与树长一样 神是一位 他做事方法一样 但他坐在丹尾里的身上 也同样能够坐在你们 每一个人的身上 但丹尾里一日三次的 以树长一样 意思是说 他向来就是这样 他坚持祷告的生活 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胜过仇敌 你活在朝廷里面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 周围都是敌人 都想找你的毛病 把你拉下来 公司你们在公司里面 也是一样 很多人想把你干掉 可是透过祷告 你不仅没有被公司开除 你还被提升 对基督徒来说 祷告就是我们的生活 生活就是祷告 所以你的生活就是祷告 所以 赵永基说 基督徒 每一天 赵永基说 每一个基督徒 都你们都 每一个基督徒 起码一天 要一小时的祷告 每一天祷告 多久才及格 跟旁边的人说 一个小时祷告 渴望人生 丰盛成功 所以每个基督徒 都应该要祷告 一个小时的祷告 所以你应该要祷告 一个小时的祷告 要求能够 要求能够 告诉你 一个小时的祷告 我们还没有见人 我们还没有见老板 还没有见同事 我们先祷告 我们先见神 然后见人 帮你成功 你从这个历史当中 从这些圣经当中 伟人他们都是祷告的人 都是基督徒的人 如果我们觉得 很辛苦 一个人起来祷告 我们就由主长 做一个WhatsApp 然后我起来 我五点起来 我就登起来了 我放一个头在那边 或者放祝 所以你也起 每个人起 所以一起 在个人的家 祷告到六点 然后你们就再拜拜一下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idea 所以如果你们 觉得很辛苦 你们就能够起来祷告 所以你们就请 你的主持人 订阅一个WhatsApp 所以当时 有人起来 5点 这些人会 送个信息 送个文章 其实要求 其他议员 一起起来祷告 然后我们 最后我们看到 你也成功 我也成功 大家一起都成功 阿们 然后就神 就得着 所有的荣耀 Amen So you can see that this person becomes successful and that person becomes successful and everyone of us becomes successful and the glory belongs to our father 透个祷告 我们得着力量 得着聪明 得着智慧 so we receive we receive wisdom we receive strength and we receive all this all the good things through prayer 因为没有祷告 不祷告的人 没有能力 so someone without prayer is weak 祷告就是我们 属灵的呼吸 就好像我们 肉体要呼吸 如果我们 圣经就是我们的 灵里面的粮食 又没有吃 又没有呼吸 你觉得你里面 那个灵 怎样现在 怎样 以后出来的时候 是怎样的 又没有给它吃 如果你们 没有吃 能够吗 三天能够吗 不要喝水 也不要吃饭 能够吗 如果不要呼吸 能够吗 你的灵 多久没有吃饭 你们老实讲 多久 多久 多久没有呼吸 就好像 电话 手机 你们每天 手机 早上 如果晚上 什么时候 如果一没有 电话 它就慢慢 本来亮亮亮亮 变成 变成暗器 同样的 如果你们 没有祷告 就是你们 这个插头 没有插在 上帝的插座上 就没有祷告 就没有 电话 就好像你买风扇 你买来 你没有 没有插在 插头上 它是没有 功用的 久了 电器没有用 就是废掉了 就要丢 你们呢 你们呢 有没有插在 你们的电 有没有插在 你们的 有吗 你们的那个电 有没有插在 神的 上帝的插座上 有吗 你们的 有没有插 有吗 电话 电话 慢慢慢慢 就没有 就黑掉 同样的 如果我们 没有祷告 我们就慢慢 慢慢 一样的 所以 没有 祷告 我都不知道 你有没有 重生 I don't know whether you are safe or not if you are not praying 刚才 耶翰 魏斯里 说什么 so what is mentioned by John Wesley just now 讲什么 what he mentioned 你们讲 大大声讲 讲什么 神没有做工 对吗 如果你没有 祷告 如果你要 神做工 你一定要 so God will not work if you do not pray so if you want God to work you must pray 聪明人 都是 祷告 祷告 又不用钱 又能够 做大事 祷告带来 圣灵的能力 带来 神迹的 彰显 so people who are wise they will always pray because prayer is free of charge you do not have to pray anything and yet you can get your problem s solved so of course through prayer miracles and wonders can happen 我们把 跟人讲 闲话的时间 我们拿来 转移 跟我们的 爸爸聊天 跟天上的 爸爸 建立 爱的关系 so actually you should think wisely and take all those times that you actually used to talk to people and use it to talk to God and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with your heavenly father 就好像 妻子 跟丈夫 我们两个人 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每天 去外面 跟别人讲话 自己的老公 你不要跟他讲话 你觉得 有爱在当中吗 so just like 因为你头脑 每天想的 都是别人 just like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use if you always spend time talking to others instead of your spouse so do you think that there will be love in your relationship because in your mind you are actually thinking about others only so let's look at the book of daniel chapter 10 verse 12 我们要有一个 戒心 来 道靠 we must have this determination to actually pray 好 我们一起读 let's read together the book of daniel chapter 10 verse 12 他就说 当一里啊 不要惧怕 因为从你第一日 专心求 明白将来的事 又在你神面前 刻骨几心 你的言语 以蒙应允 你有没有看到 言语 蒙应允 你有吗 do you see that your words sorry I have come in response to your words 神在但一里 戒心 要祷告的 第一天开始 他就出回 听他的祷告 God has listened to the prayer of daniel since the first day that he set his mind to gain understanding 戒心就是 印语 so after he set his mind his prayers is granted satun最喜欢什么 so what is the thing that the devil like the most satun最喜欢 说明天 the devil likes tomorrow 因为明天 还有明天 because there will be another tomorrow after tomorrow 今天的祷告 不要 tot到 明天 谢心 Amen so set your mind to pray do not procrastinate and delay your prayer to your today prayer to tomorrow 要有计划 you must have a plan 不固定 导告时间 就不容易 持续 导告的 习惯 if you do not set a time set it apart for prayer you will not have this habit to actually continue praying 不是没有时间 而是要把时间 分别出来 祷告 it is not it is not that you do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pray but you have to set aside a part a time for you to pray 就好像 我们每个星期一 跟星期三 以前我们每天 为了教会 为了你们的 灵魂 祷告 like a girl of us initially we pray everyday for the souls and also the people in this church 以前 教会 旧的教会 才一百 一百出一点点人 神警醒了 我们这个家庭 跟牧师 每天祷告 so God called our family together with the pastor we work together and we pray together 每天 为着你们的 灵魂祷告 everyday we pray for your soul 为了教会的 复兴祷告 for the church revival 神有没有 阴影 有没有 渠听 每天 有 the God answer our prayer yes he answered 当时是负债 六十多万 we were in debt that time 现在我们有 资产 超过马币 一亿以上 and now we have billions 祷告带来祝福 祷告带来胜利 so prayer brings blessings prayer brings victory 所以你们要不要 祷告 so do you want to pray 讲阿们 全部讲阿们 阿们 讲三次大大声 阿们 阿们 明天就whats app 你们早上 五点起来 五点到六点 祷告 六点到七点 读经 读了一起 彼此分享 你给我一起 读同样的东西 你有什么亮光 再也没有什么 比祷告更重要 更要紧的事情 耶稣其实 不需要祷告 可是他在 三年半 公开服事的 生涯当中 常常祷告 清晨祷告 上山祷告 旷野祷告 就是为了 教导我们 祷告的重要性 祷告 会带来 圣灵的 充满 我们就会 有信心 我们就会 刚强 我们就会 有胆量 再给你们看 一个例子 祷告 蒙 阴影的例子 例在四章四章十节 第一章四章十节 一起读 亚比斯 求告 以色列的神说 圣愿你赐福于我 扩张我的境界 常与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难 不受艰苦 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1st chronicle chapter 4 verse 10 Jabez cry out to the God of Israel O dad you will bless me and enlarge my territory let your hand be with me and keep me from harm so that I will be free from pain and God granted his request 为什么 亚比斯 比众弟兄 更尊贵 why was Jabez more honorable than all his brothers 因为亚比斯 每做一件事 就是 他先求 求告 so it was because every time when Jabez did something he will always cry out to God 就是 祷告 凡事 祷告 he will pray in all circumstances 神就有没有 应允他 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so did God grant his request God granted his request 在我们的人生 在我们的事业 在我们的家庭 我们求神 亲自来扩展 亲自来祝福 所以我们 透过祷告 带来胜利 Amen Amen so true prayer it actually brings victory so in your life in your career in everything that you do in every aspect of your life ask God to enlarge your territory Amen Amen 好现在我有请 我的爱人 派长鼓励啊 Let's welcome Uncle Sim Give him a round of applause Did Sister Maggie share a good message 所以本来我想要讲 我觉得不需要了 她已经把很多精华 告诉你们了 actually I wanted to share something but I believe that Sister Maggie has shared all the gist with you 但我还是要跟你们 分享几出经文 but I have a few scriptures to actually share with you 我们来看 耶翰福音 16章23节 Let's look at the book of John chapter 16 from verse 23 我们从这边都起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他必应我的名赐给你们 我是谁 耶稣 这是耶稣讲的话 他说只要你向父求 他会运作耶稣的名 上帝天父会赐给你们 就是答应你们的祷告 所以祷告是很重要 没有祷告就不会带来改变 有祷告才能够带来突破 所以我们要成为祷告的人生 OK So from verse 23 I tell you the truth My father will give you whatever you ask in my name So who is this mine So it's Jesus So Jesus said If you ask in my name My father will grant will grant your request So you have to know that prayer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rough prayer we can ask from Jesus 刚才 Maggie翻出来 趙永基说祷告 最少要一个钟头 So like what Sister Maggie had shared just now Pastor Cho Yonggi said you must at least pray for one hour 所以怎样祷告才能够用一个钟头呢 如果你用悟性能够一个钟头吗 Do you will be able to pray for one hour if you pray in words 所以要用一个钟头 超过一个钟头来祷告 我相信如圣经所教导的 用方言祷告 So if you want to pray more than an hour or pray for an hour you have to pray in tongues 方言祷告 圣经讲是 圣灵帮助我们祷告 Because the Bible tells us clearly that when you pray in tongues it is actually the Holy Spirit interceding for us 有时候我们要悟性祷告 我们会有控告式的 Because sometimes when you pray in words you will actually accuse 只有用方言祷告 圣灵帮助我们祷告 才能够合神心意的祷告 Only when you pray in tongues and the Holy Spirit actually intercede for you that only then and you can pray in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God 我们也能够用 比较长的时间 来亲近主 and you even spend longer time to draw near to God 其实祷告是跟神亲近 Actually to pray is actually building a relationship with God 好像一个父亲在家 孩子回来 很少要跟爸爸讲话 爸爸一定会感到很失望 So for instance a father in his own house and yet this child come back home and do not want to talk to the father so this father would definitely feel disappointed 我去年年尾 我们刚去澳洲 So we went to Australia last year 刚好我们有一道主日 and we actually come across this Sunday 然后我们全家就跑去 一间教会 那间教会就是Huesson So our whole family attended the church Huesson 我们到Huesson的时候 要进门口的时候 看到他 一大 那边写作 Welcome home So before entering the church So we actually saw a banner written there 欢迎回家 所以教会就是我们属里的家 So the church is our spiritual home 里面有爱我们的父亲 在里面 We have the father who loves us very much 就是我们的天父 That is our heavenly father 他多么期待 我们常常来亲近他 He is expecting for you to draw near to him 来跟他说话 to speak to him 就是向他祷告 to pray to him 他说他应做耶稣的名 他会赐给我们 So in the name of Jesus when you pray He will give you what you ask 我们来看一处经文 是路加福音 是一章四三节 Let's look at the book of Luke 路加福音 The book of Luke 是一章四三节 Chopter 11 verse 13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把好的东西 给儿女 何况在天上的父 岂不将圣灵赐给他 将圣灵赐给他的人吗 So the book of Luke Chopter 11 verse 3 Give Oh sorry Chopter 11 verse 13 就是刚才Maggie说他 求向他靠门 他就为我们开门 So this verse is actually correlates to the verse that Sister Maggie has shared just now So the book of Luke Chopter 11 verse 13 If you then though you are evil know how to give good gifts to your children How much more will your father in heaven give the Holy Spirit to those who ask him 上帝知道 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 我们很多做不到 So God knows very well that without the word of the Holy Spirit many of us cannot do 有圣灵的工作 如果我们就会 我们就会 伪生 Because when there is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you will be committed 我们就会爱神 Then you will love God 我们就会常常 祷告清净他 You will always spend time praying and draw near to God 我们每次讲到祷告 我们就会联想到 你是基督徒 So every time we talk about prayer You will relate it to our position as a Christian 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 如果没有祷告 那么就是肯定 你不相信神 So as a Christian if you are not praying meaning that you are not believing God 既然你不相信神 那肯定你就不爱神 So if you do not believe in God of course you do not love Him 既然你不爱神 那肯定你更不喜欢 祂的话 圣经 So if you do not love God of course you do not want to you do not love His word 既然是这样 那请问你 怎样会接出果汁来呢 Since this is the case How are you going to bear for fruits I am talking about the fruits of life 所以祷告很重要 So prayer is very important 上帝很期待 我们常常接近他 God has these expectations for us to draw near to Him 所以我们要常常 祷告求圣灵 来在我们当中运行 So we have to always pray So that the word of the Holy Spirit will always come to our midst 有圣灵的工作 就有神迹其事 With the word of the Holy Spirit You will see wonders and miracles 好像路加福音 四章十四节 Like what is mentioned in the book of Luke Chapter 4 verse 14 来我读给你们听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祂的名声就传聘四番 So Jesus returned to Galilee i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and news about Him spread through the whole countryside 耶稣彰显很多神迹 So Jesus has done a lot of miracles 因为他受了圣灵 because he received the Holy Spirit 所以刚才我们给你分享 那个圣经节 耶稣说 如果他弱不去 我们就没有得着 Sorry 如果耶稣没有去 我们就得不着圣灵 得不着圣灵 So if Jesus is not with you We cannot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来我们来看 耶稣福音四六章七节 Let's look at the book of John Chapter 16 verse 7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与你们有意的 我若不去 宝贵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猜他来 他既然来了 就要叫世人 为罪为义 为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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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备自己 自己自备自己 Amen Okay so the book of John Chapter 16 verse 7 But I tell you the truth It is for your guilt That I am going away Unless I go away The counselor will not come to you But if I go I will send him to you When he comes He will convict the world of guilt In regard to sin And righteousness and judgment So God knows very well That we have a lot of witnesses So he sent down the Holy Spirit To help you 有圣灵的帮助 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的考验 With the help of the Holy Spirit We can overcome all kinds of temptations 好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So this will be our sharing tonight So this will be our sharing tonight 接受今晚的聚会 Just we will end this meeting with a song Just to bless the Holy Spirit ars to work in our midst I will ask the Holy Spirit Let us ask the Holy Spirit Let us ask the Holy Spirit To work in our midst Let us ask the Holy Spirit Let us ask the Holy Spirit Let us ask the Holy Spirit For our midst Let us ask the Holy Spirit To work in our midst And we ask the Holy Spirit 来充满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 让我们更想祢 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祢 在这时刻就生命 来充满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 让我们更想祢 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祢 主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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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在这里 叫我们的灵 等在祢关中 在祢是心情 主圣灵 主圣灵 来充满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 让我们更想祢 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祢 在这时刻就生命 在这时刻就生命 平行 哦 主圣灵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叫我们的灵 等在祢是心情 等在祢光中 再一次心情 哦 主圣灵 哦 主圣灵 哦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叫我们的灵 等在祢光中 再一次心情 哦 主圣灵 哦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来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的所有旨意 阿妹 来我们第一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祢 今天祢的话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要成为祷告的勇士 因为只有祷告 才能够改变一切 才能够翻转一切 我们需要祷告的人生 求圣灵每天提醒我们 来感谢我们的心智 常常来祷告来亲近祢 来让祢的名德荣耀 感谢耶稣 奉耶稣圣明祷告 阿妹 好 好我们当中 我们当中有信人吗 有信人吗 还没有 还没有接受耶稣的 你上来我 要为你祝福祷告 带领你借助成为基督徒 借助祷告 有吗当中有信人吗 有吗 挤手一下 有吗 如果没有 下次记得要带信人 牧师总是叫我们要接果子 我们真的要接果子 没有我们就 以主导我们来做 接受今天的机会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就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自由的仪式 今日赐给我们 免了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的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一件事宽 救我们和你凶二 因为国度 全命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好 平安上会 所以你们可以回家 安静